防疫的這種壓力的高峰期已經過了 現在開始慢慢下降 一句話讓台北市民鬆了好大一口氣 11號北市確診人數降到49人 柯文哲定調沒更大感染源 接下來就打撲滅戰 但好心肝診所這風暴 還是稍個沒完 已經有超過20億人 已經打過這個新冠肺炎的疫苗 結果在我們台灣你知道 還需要三更半夜 跑到診所你知道 排隊偷偷打疫苗 反正檢調都來了 名單全部拿到台北地檢樹 至於後續怎麼處理 就看他們要怎麼辦 柯文哲不公布 但名單早就在網路瘋傳 甚至外傳有例人士要求他別公開 柯文哲否認到底 是沒有人來跟我說名單的事情 反正大家知道柯文哲這個人 也不會講來講也沒有用 好心肝撕打疫苗 北市府上下亂成一團 就有議員拿出6月8號市府防疫會議內容 指出就是柯文哲下令9號前打完660瓶疫苗 才會出大包 查到底始作俑者恐怕就是自己 打完疫苗是我們的政策目標 但是任何人也不能因為有這個政策 就違反相關的規定 任何人都不可能在 現在有首長批准然後去做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就是我們正在做調查的內容 我們也很想知道為什麼 好心肝偷打疫苗事件柯市府引火上升 現在只能低調再低調 但一講到唐鳳疫苗預約系統 這炮打中央機會柯文哲當然不會放過 嘴上說不抱怨還是碎念一大串 檢討中央很順手 但碰上府內管控出包 柯市府定調冷處理 也許是沒料到 這把火有天會燒向自己 歡迎新聞理會需要平均特會報導